叨叨叨叨叨 用族语以瘟亦以温宜达 方式带着孩子认识部落周遭聚物 并透过画图寄出聚物的样貌 暑假接近尾端时刻 Zaraowe組織举办族语文化下令营 而每年都有不同主题的营队 今年也选用农种做为主轴 让学员们用不同面向 再次认识部落常见职物 也让他们走进农田 学习传统农耕法 加深文化知识 你们刚刚去外面 吃上什么样的课题 认识植物 龙岩 凤梨 跟那个古婆玉 令吉 棒达车 杂树屋 喝好玩 也可以到别的地方 那个走一走 可以看很多植物 很有趣的植物 跟那个果实 观察到说近年来 土地的议题 也是越来越被原住民去在意 然后去重视 然后原住民使用土地的这件事情 一直到近年来 开始知识体系的去收集 去把这些知识去采集 去整理的时候 发现到说这件事情 其实是跟原住民族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也希望还怎么在很小的时候 就可以认识这些事情 以至于到他们真的长大之后 离开部落 他们还仍然知道说 有土地跟原住民的关系 除了户外的实地学习 夏恋营也安排室内课程 而有鉴于过去经验 发现学员的足语能力不均 因此也进行了能力分帆 更好的掌握每位学员的学习情况 也象定孩子们之间的比较心态 进而增加他们勇于开口说足语的机会 自愿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以练习我的足语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些分班的课程 也是观察到说孩子们的足语能力 还有一些可能从都会去回来的孩子们 他们可能过去没有很多的经验 可以去学习足语跟接触到足语 所以一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基础对足语的认识 或者是在这个课程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认识 那可能常常在部落里面 已经有一些更深的学习的学员们 可以在更深的可能在足语的绘画 甚至在文化的意义上面去做学习 从孩子们争先恐后的用足语抢答问题 就不难发现 这些知识其实早就内化在他们的脑海 而这也是语推组织不断办理营队的主要目的 在无压力的状态下自然学习 就像过去祖先用口传方式传承 他们也继续承接意识 把Saroa文化语言延续下去 有些老包子高雄桃园采访报导 文化语言örper签访